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爱我的家 我是Annie 奇梅娟 今天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刚刚去了一个教堂 听到一位牧师 应该不是牧师 是天主教 应该是神父 他说了一个真的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他已经是很大年纪 起码有六七十岁 他说他小时候 他很喜欢他妈妈去教堂听道理 即是他去教会那里 未必一定是教堂 去教会那里 很喜欢他妈妈去教会那里做义工 为什么呢 每一次他妈妈去完做义工的时候 一定会带一件他很喜欢吃的饼 回来给他 所以在每一个星期 差不多到那一天 他就很期待他妈妈去教会做义工 做完就拿那件饼回来给他吃 他很喜欢吃 也有一次他就觉得 我已经大了 我要跟妈妈一起去 看看我可不可以 我自己都可以做义工 然后就有多件饼吃 他也曾经问过他妈妈 妈妈是否去到每一个做义工的人士 都有一件饼吃的 他妈妈说是呀 所以这件饼是我带回来给你的 所以他就很开心 有一次他就决定静静静地跟他妈妈去教会 看看做什么义工 他又可以拿一件饼 所以他就很开心 有一次他就决定静静地跟他妈妈去教会 看看做什么义工 他又可以拿一件饼 去到原来他妈妈做完义工之后 就真的在桌面上放了很多饼 大家个个都拿一件饼 拿一杯茶去下午茶 但原来他发现他妈妈是没有吃到饼 是把那饼静静静地放在手袋里 然后拿回来给他吃 于是他神父说到这里就停了 没有再继续说 就让我们议会的所有人自己去参透 我听了他们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发生他身上 我自己就真的在反省 在想想 在思考 一个年纪这么长的神父 他竟然一件这样的事 令到他这么黑骨铭心 放在心里面 这么多年 他感觉到的一定是他妈妈的爱 他妈妈都不吃 知道他喜欢吃 他放在心里面 一件很少的事 其实这些事可能是发生在任何我们 或者我们的朋友 任何人的身边 就算是我们妈妈的身边 为什么会令到他这么记得一件事呢 就是当时他很可能 因为他实在太喜欢吃这个病 而他妈妈原来是不吃给他吃的 所以令到他这件事 是这么奇怪的心里面 这么多年都不能记住 然后还在一个地方里面 跟大家去分享他所得到的爱 其实他很骄傲 因为他有一个很疼他的妈妈 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我真的自己翻心想想 究竟我自己也是人家的妈妈 我可以给到我的小朋友 一些什么的印象 令到他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忘记到 好像神父那样 做这么多宣扬教育的工作 将神人生的一些好的规矩去宣扬出去 可能会不会我们都留一些印象给我们的小朋友的时候 第一 帮助他们成立一些正面的价值观呢 我自己一直重复思考 在思考过程里面 我想起 有时真的我们父母做一些事情出来 会令小朋友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象 例如我想大家 如果好像我这么上一年多 一定读过一篇 由朱自清说的 朱自清写的一篇文章 其实也纳入我们那时候的学习的范围就是背影 大家也有读过 如果是我这样的年纪的话 背影也是写过朱自清他 看到他爸爸在车站里面 跑去买东西给他 那一下的背影令他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可能我们都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我们都需要留一些好的印象 或者一些启发性的印象 可以留得到给我们的小朋友 令到他们有少少的启发 导致他们缺乏一些正确一点的人生观呢 我呢 在网上看到有一篇 由我们在香港都很销量 都很多的一张报纸 在一个专栏里面看到虎妈 这个虎妈呢 因为她很紧张她子女的教育 紧张得不得了 她很喜欢将她自己的子女和别人比较 令到她自己变成神经衰弱 有焦虑症 她无形中她的焦虑症呢 影响到她的小朋友 她的小朋友又学习了她 很喜欢跟同学比较 每次呢 都要自己呢 都是要是 一个人来的 从中又是承受了 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其实这样反而呢 还不可能浓巧反转 她本来是一个 有时我们做父母觉得 小朋友读书 可以做到状元 那当然是最好 但有时我们是否要退一步想想 其实如果她不学坏 她是一个证人君子 她是一个有守规矩的人 她没有为社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能量 或者她所建立的她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 都是愉快的 帮助别人的 肯付出的 就算她不是状元 她连年考第尾 但她又没有做害人的事 她一样回馈社会 一样贡献社会 默默耿守她自己的崗位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一个小朋友 我们家长又接不接纳呢 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可能家长要重新思考 虎妈这篇文章 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做父母的 现在她真的提一提 去三思一下 我们教导子女 是否只是着重于他们的学业呢 其实有一次就有一个家长 我们成班家长在那里聊天 有个爸爸他就说 如果我的儿子 考到九个A、十个A 我才知道他做贼 我们其他家长就 群你反对他这句言论 为什么呢 我想留给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是你听到 你赞成他还是反对他 那我们的家长就当然反对他 但他有他的理据 他觉得读书好就可以了 但我们觉得 道德、操守、修为 是远远给他的学识更加来得重要 这个留给大家去思考一下去决定一下 另外呢 有个朋友 他又传了一张 在网上找到的一个资料就是 一个青年人自己的自白 他做学生的时候 寄宿了 他打电话回家给妈妈 他妈妈当然是第一句 你生活得好不好 够不够钱 他说不够啊 你可不可以寄二千元给我 因为我要买一些日用品 买一些书籍参考 他妈妈就说好好好 没问题 最重要是解释一件事 他的家境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境 这个背景 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他妈妈就说 他觉得二千元够不够 我寄够三千元给你 然后这个青年人 第二天他去查他的户口的时候 竟然他爸爸是过了五千元给他 他记住在心里面 好了 到他毕业的时候 他出去实习 他妈妈每一天 就算不是每一天 都隔日 给个电话去 当然是问他 你可不开心啊 你生活如何啊 你够不够钱花啊 你多迟回家啊 当时他觉得很烦 天天都是说这些东西 永远都是说这些东西 接着就是答 OK啦 没问题啦 他妈妈说 你何时回来啊 可以的了 我有时间我会回来 如是者是这样 好了 他实习完毕了 他出来做事了 做事的时候 他妈妈又是同样问他这些东西 你可不开心啊 工作如何啊 你够不够钱花啊 吃得好不好啊 何时回家啊 最重要是这句 他又是这样答 OK啦 没问题啦 好了 回家的时候 譬如是 因为他在省外面做事的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妈妈永远 就算在他实习的时候 他学生的时候 到他现在出来做事的时候 桌面一定是摆 他最喜欢吃的菜 如是者 回来就吃他最喜欢吃的菜 但是呢 永远 譬如只有一个星期假 他可能只得一至两晚在家吃饭 其他的时候 他就会出去见他的同学 他的好朋友 他的死党 他的同事 很快就要离开他家了 到现在他妈妈年纪漸漸长大了 突然间有一天他收不到他妈妈的电话 他开始疏了 因为原来她妈妈年纪大了 很多时候他都很累 都照顾不了那么多 他开始发觉 好像生命上有些事情 为什么好像我日常生活里面有些事情少了呢 于是他反过来 他带妈妈回家 他开始觉得他有这样的需要 去问他妈妈 妈妈 你怎么样 生活得怎么样 家里够不够够吃 要不需要我再寄多些钱给你 反过来 他开始慢慢感觉到 原来他妈妈听到他这些声音的时候 是很开心的 听到他的电话打回来问他 原来他妈妈是完全不觉得他啰嗦的 但他反过来想 为什么以前我会觉得妈妈 问我是这么啰嗦的 就是自己会觉得啰嗦 但现在反过来 自己问妈妈的时候 为什么妈妈会这么开心的呢 那么他开始觉得 再数一下日子 哇 妈妈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就算我每一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回去 他说再乘下的时间 其实不是很多次 那么突然之间就有一句想起 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青年人 他自己的一个感受 于是他把他的感受放在上网 和大家分享 那年轻人又去想一下 但我们做长辈的 在年轻人面前我们做父母 也都我们要想一下 其实每一样东西 原来我们做一些行为 一些很日常的行为 其实对他们来说 都是很深远的 我的小朋友 有一次我在一些聚户里面 他和别人分享他对父母的印象 他说在很小的时候 他一次去玩摊位游戏 他和他爸爸一起玩摊位游戏 每个爸爸都帮小朋友玩 他们是射箭的 射箭红心的奖品当然是大一点 他很羡慕 那些爸爸每次和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哪有够力和够高拉 每个都拿到很多的奖品回家 他真的很羡慕 排了很久就排到他了 他说 爸爸你可以像其他的爸爸那样帮我 他爸爸就跟他说 不行 这个游戏是你们玩的 是小朋友玩的 我不会帮你去摊位游戏 你想要拿什么奖品 凭你自己努力 当然他当然射不到 因为他没有受过射箭的奉点 他又不够力 因为他很小 于是他好像可以射三次 他三次都射不到 于是他没有礼物 他走了 原来这件事 他一直回来都没有跟我们说 也都没有再去追问 没有任何事 好像当没有发生 原来一直埋藏在他心里 是十几年 这次我们竟然间听到他这么说 我们很恶言 但是幸好很正面 因为他觉得这样 对他来说是一个激励 他也都明白 但是爸爸说得对 是要凭自己的努力 是不能借助别人的努力 所以之后他每次去做事 他想为自己定一个目标的时候 他需要这件事的时候 他会很努力 譬如他很喜欢运动 于是他就练好自己的运动 在那里去拿奖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 原来我们也不知道 这一个这样的决定 也都在他人生的成长过程里面 其实原来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象 也都令到他永远记在心里面 去令到鞭策他自己 要努力去达到 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也希望大家如果你有些什么 反思一下 有些想法反思一下 好吗 OK 拜拜